在花蓮呢 還有很多的藝文小鋪 他們販售的不只是生活雜貨而已 他們販售的還包括了 很多的生活態度以及理念 帶大家一塊去看看 隱藏在花蓮像弄裡的這間小店 藍綠色的大片窗框 以及店內各式精緻的生活小物 讓人忍不住想要推門進去 一探究竟 歡迎光臨 存租下這一棟老房子的宿明姐 把一樓作為生活小雜貨的販售商店 這些看似不起眼的鍋碗瓢盆 日常雜貨都經過精挑細選 當初會開始是因為我們覺得 生活有一些美好的物件 可以表現在自己的使用上 那它其實就是一種生活美感的培養 另外我們的大概很多朋友來這邊之後 都會驚叫就會覺得這裡好便宜喔 其實這也是我們的理念之一 我們一直覺得好的東西 或者是美麗的東西 它可以用一個非常親近的價錢 讓你帶回家 那這裡當然我會覺得 個人就會還是蠻想鼓勵一些年輕人的創作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 譬如說這個櫃子 它就是專門是東華大學的學生 他即使還沒畢業 可是他們有參加學校的工坊 那他們做的陶拿來之後 我覺得還不錯 第一我欣賞他們自己願意主動來這邊 詢問他們可不可以在這裡販售 那第二是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讓他們學習如何進入市場 那由市場來告訴他們說 他們的東西可以怎麼樣變得更好 宋明姐是華裔的瑞典人 多年前跟先生一起回到台灣 當初剛回台灣時 因為不適應還鬧了不少笑話 我以前是在12歲的時候 是全家移民到瑞典 那大概20幾年前回到台灣 一開始是在台北的一家 瑞典外商公司工作 那因為先生的關係 我們一起到花蓮 那他那時候問我說要不要到花蓮的時候 我就說好啊 我想反正 他就像一個泰國度假村嘛 因為靠海邊 我是這麼想像著他 因為我在國外長大 然後在台北所有的社交圈裡 都是外國人 那所以我剛到花蓮的時候 是暑假很熱的時候 正中午的時間 我會跑去那個七星塔海邊晒太陽 然後一晒太陽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海邊不是應該跟泰國一樣嗎 應該是整個海灘 就是那種洋傘 然後好多人在那邊晒太陽 怎麼會整個沙灘就只有我一個人 那當然到現在 我就自己也不會再做這件事情 早年宿明姐長期投入社運 甚至還創辦了雜誌 致力於讓花蓮被看見 近年來重新調整腳步 開了間小店 雖然是輕鬆的步調 但從不少地方 還是可以看出 宿明姐其實是用另一種方式 實踐理想 一直到2013年 我和朋友要去吃個晚餐 路過姐姐街看到了花蓮日這棟房子 那當時我們就覺得說好喜歡這房子喔 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麼嗎 那我們把它盛住下來之後 我們就把它設定比較輕鬆一點的 比較沒有像我以往在做社運 那麼充滿使命感的 我希望這種房子 它能帶來一種輕鬆的節奏感 這是一棟已經有35年歷史的老房子 那它曾經是三代同堂一起住的住所 我們把它盛住下來之後就做了一些運用 然後盡量也保留它一些 特有它自己原本在那個年代的元素 譬如說一些老窗花 老瓷磚 那他們當時的格局我們沒有變動太大 那這棟房子它除了一些像被拆下來的 老鐵窗不再用的 我們會盡量用在其他的空間裡面 店裡頭的商品小巧可愛 讓人愛不釋手 也讓來訪的外國客人感到驚喜 但蘇明姐更希望透過這些小物 鼓勵消費者多使用天然材質 我們的選品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會選擇盡量選擇天然的材質 那因為天然的材質 你看來自不管是樹啦 竹子啦 或者是一些像這個是豬毛 它其實都是來自大自然 那這個大自然跟我們是非常貼切的 然後使用它之後 即使未來不再使用它 它其實也會回到大自然去 像這個是我們台灣製作的一些刷子 你會看它的樣式還滿古老的 那不要忘記我們台灣 曾經是外銷的國家 所以它曾經也到日本去 二樓的小餐廳 看起來跟一般民宿早餐吧台 沒什麼不同 但其實這裡是個實驗空間 仔細看這一面黑板牆 寫滿了各種花蓮文藝活動 只是要給旅客 實驗在花蓮旅行的各種可能 而小廚房則是宋明姐 特別保留的創業小天地 讓年輕朋友探索未來原生方向 因為我們自己堅持要動手 用在地食材準備早餐給客人 所以我們就有了一個很完善的廚房 也有一個完整的吧台 包括所有的器具 那早餐用完之後呢 客人離開這個空間整個就安靜下來 我覺得有一點可惜 加上我身邊還滿多朋友 他們其實擁有滿多一些專長 只是他可能不具備創業的能力 那我想說這個所謂的創業的能力 他條件幫我包含譬如說你有沒有錢 去承住一個空間 你有沒有足夠的錢去買所有的器材 那這些我覺得年輕即使賠掉錢也沒關係 賠上一些時間也沒關係 那我覺得我比較在意的是 如果把它當作是一個實驗平台 那這個實驗平台讓他能夠在這個實驗的過程中 發現自己的志向 他可能在半年後會發現說 我其實是不具備創業的能力 又或者是說一年後他認為說 這不會是他的人生志向 他有其他更想過的事情 我覺得都好 現在的實驗廚房經營者阿布 原本在台北知名餐廳工作 來到花蓮打工換素 愛上了花蓮的美好 為了要留在花蓮 同時也能維持生活 阿布選擇他最喜歡的麵包 而實驗廚房讓他有了發揮的空間 這就是我大概是展受的空間 那像桌上的一些成品都是我自己做的 因為像我自己真的是還滿喜歡吃麵包 所以每天都有新鮮的小麵包 然後或是餅乾跟蛋糕還有果醬 素敏姐設立的實驗廚房 不僅是要給年輕人圓夢機會 更希望他們能夠從經營中 真正的認識自己 因為我之前工作只需要 例如說內部作業 內場作業 那不需要面對客人 然後也不需要做販售或行銷 然後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很難 非常難 因為我以前工作真的就是 只要你把產品做好就好 那現在就是你要想辦法對 產品做出來 你還要想辦法把它銷售出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的挑戰 除了將理念實現在這間小店裡 在距離不遠的地方 素敏姐也跟公平貿易店家合作 開了另外一間小鋪 這家店它主要是在提倡公平貿易 那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議題 所以我願意參與 所以就開了這家聯名店 那你會看到我們這邊所有的商品 它大概就是百分之五十以上 都是這兩位創辦人自己設計 然後委託開發中國家的人 手做的東西 那公平貿易它本身其實是有一個理念在背後 所以這些商品它其實有一個使命 我覺得啦 那這個商品它其實做什麼 它其實消費者可以透過消費 來達到一些公平正義的東西 那其實你也在改善他們 這些開發中國家的人的生活 那你也做了一些好事 店內的商品 有些是當地特有的民族風商品 或是利用生活中不企業的小東西 加工在職而成 我們剛剛有在講說公平貿易裡面 有很重要的是我們有一個環境友善的議題 那很多人一定不會想到說 自己家裡有一些你用不到的 或者是你覺得它已經不能再使用的東西 然後就丟掉了 但是你看我們堅果子就會設計出 用小朋友用過的鉛筆 剩下小小短短的 不能再用的鉛筆做成耳環或者是手環 那這是在印度生產 然後鉛筆它會結合當地的芒果木 之後就做成了很時尚的裝飾品 在海邊玩耍你會常看到很多被丟棄的夾角拖 那這些夾角都隨著海洋再漂流到世界各地去 在肯亞沿岸我們也會檢視到很多的廢棄夾角拖 那這些廢棄夾角拖呢如何再被利用 我們用設計出動物的樣子 然後請當地的婦女來完成一個 譬如說這項大象造型的小動物 那這個商品它就解決了當地的失業的問題 小小的地裡承載著創作者對這片土地的使命感 想要用不同的方式實踐理想 讓這個世界更加美好 在花蓮市區也有那麼一棟老屋建築 它的歷史悠久故事精彩 店內不只販售許多台灣各地優良的首創品牌 同時它也是一間精選食材的餐廳 到底有多特別呢 我們馬上來看看